將將!就是和菓子! 沒關係! 真的想像不到在台灣的飯店裡面 也可以體驗到超級道地的日本和菓子 就是我們是這樣子 然後順時鐘的把它轉起來 我這樣做起來 這樣子啊 因為我可能力道不對 你看好像變得好像水母喔 欸這變傳統跟日本的一樣欸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日本的這種溫泉飯店啊 會先吃完和菓子再泡湯 喔!整個超級俗黃皮啦!我的天啊! 我覺得我是鹼井酸碰到要好了 這個瞬間很療癒 嗯? 這是什麼? 欸!喔!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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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們今天晚上睡得到還好嗎? 喔!有有!我們都睡得很好! 溫泉也很舒服 請問妳是這邊的 是這個飯店的執行長 蛤! 喔!妳好!妳執行長這麼年輕! 今天啊!我可以請妳進來 邀請妳進來問妳一些問題嗎? 蛤!是 耶!我邀請正妹進來我的房間好開心 我真的 這是她的房間 喔!對喔! 對!我可以請問一下 真的是執行長這邊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 我想說也太年輕貌美了 我可以請問一下妳今年幾歲嗎? 喔!其實我已經是32歲了 啊! 我...喔!所以我不要透露我的年紀 但是我... 身體忍不住了 因為我一般可能是有看過比較年輕的人開民宿 但是沒有看過這麼年輕的人開這麼大的飯店 對!其實我是算是第三代 喔! 對!所以... 因為想對我覺得也是蠻有責任的 這個是自己的意願還是說可能家裡的希望 因為我們算是就是從小知道耳濡目染 其實像很多客人啦!員工都很像是朋友一樣 我們這邊傳遞了一個品牌價值 就是希望大家感到好像是一個回到家的感覺 喔! 欸!那請問為什麼叫神木谷? 會叫神木谷是因為我們原先有一顆1270年的午夜松神木 就在我們庭園區 喔! 對!但是他前年的時候也有 他前年的時候就壽終正寢了 他是倒了 他倒了 沒有了! 你是他是... 被雷劈了嗎? 不是!不是!他是... 他就是自然...自然老化啦 然後就...對... 對!因為樹跟人一樣他都是有壽命的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啊就不管是自己來玩 還是帶大家介紹的景點 我們都會做非常多的就是什麼文化啊 他的歷史背景的功課 然後我們就看到宇童這個名字的論文 就好像是關於飯店那種經營的學術的 是是 這個方面 作為執行長 你是會想要把這個論文 執建在這個飯店嗎? 論文研究主要是以我們飯店為個案 然後探討我們客人之間的這個關係品質 還有服務品質的這個關係的研究 其實像服務的種類很多 方式也很多 那我們要怎麼與時俱進 包括現在有一些有輔助的AI軟體啊 然後包括社群方面的經營 都是服務的一種 線上線下的服務 都會衝到客人的感受 好現在現在問到這邊 我覺得大家一定又很好奇 這麼年輕貌美又有才的這個未來老闆 請問現在有男友嗎? 沒有啊 我為大家貨喜一下 像我們田園區啊 除了午夜松神木 以及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 因緣珠 牠鼻子非常的濃亮 很多看人都搖成說摸珠鼻子啊 就是可以讓我們的因緣 就是男女朋友啊 這樣子情人之間的感情會更加融洽 那甚至還有就是找生櫃子的效果 那我請問 那妳摸了嗎 我從小摸到大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幫妳就是挑調 就是寧缺物賴 那個宇童在這邊飯店工作 應該都坐在這邊嘛 那應該會有遇到很多事情 有沒有什麼就是做飯店業 遇到最困擾的事情 還是最討厭的事情 服務業的這個甘骨灘 應該大家都會看到 而且大家都大同小異 那只是也是蠻感謝我們的員工 大家都非常的給力 部門之間都互相支援 就是真的都很優秀 那我們的老客人其實也都 給我們很多的溫暖和鼓勵 所以我覺得說一些 突發事件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可以消化的 太官方了 我幫他代說一下 以他的身份可能不好 沒辦法說就是客人有發生過什麼 但是非常的專業 我等一下偷偷聽一下就好 那我們換另外一個方法問 我們換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有沒有遇過什麼最奇怪的事情 例如說像什麼飯店 什麼靈異事件啊 靈異事件 對 蠻特別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個沈墓 1270年午夜什麼沈墓 他那時候倒的時候是早上的10點59分 就是11點左右 那其實他倒的那個訓練是都沒有任何人在庭園區的 所以他就是很安全倒下 哦 它那麼大一根耶 對啊 那麼大耶 那個倒下來絕對是非死即傷的 而且我們沒有只一間客房 一間客房都沒有生活 這好厲害 有這麼奇蹟耶 這好像是那個姻緣豬 他就是在一個歪的一個中間 那豬應該是有偷跑吧 晚上他會自己動 可是我沒有問到就是 就是你覺得比較討厭的事情 因為我會覺得說 有事情過了就過了 他就是當日的個案 那其實我們跟客人的 緣分可長可短 那你最享受 在飯店的工作裡面的哪一個環節 就是客人跟我們一些很正向的反覆的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那我相信我們做的應該都是做對 有做對事情 那樣子 我的腳刷我是會跟同人傳達 譬如說整理的很乾淨 或者是餐點很好吃 我就會直接跟就是廚師 或者是就是部門主管做傳達 希望給大家一些鼓勵 這樣子 我覺得傳達給大家 每一個部門的人知道也很重要 因為這樣子大家就是 開心 這樣子工作更開心 然後服務出來的品質也會更好 就是越來越好 對 你有看過歡迎來到王之國嗎 韓劇 你怎麼還真的沒看過 不好意思 怎麼了 他是不是也是經營飯店的 經營飯店的高富帥 他們永遠都是高富帥 經營飯店的白富美 台版啦台版 台版來到王之國 古關這邊有很多老字號品牌的這個飯店嘛 那在你們陳莫谷的話 會覺得什麼是最特別的呢 蠻多客人都是會遊客 就像我剛剛講 我們很努力在傳達一個家的感覺 那當然是說 如果要求新求變 我們可能不一定可以別的 像比較網美旅館那些的 但是 常常會找客人得到的反饋就是說 我們提供的部分是軟衣體設施 身上線下服務 我們都 很有努力去照顧客人的感受這樣子 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們 訴求就是一個暖性 很安心的一個服務 就這一次來 也會覺得 會想要帶更多自己家人再來玩 就覺得很舒適 而且 雖然說是老之後 可是在這邊又有像這個河果子體驗的 就是很特別的地方 這麼老 然後 黃 黃街 還保持這麼乾淨這麼新 不簡單 謝謝謝謝 這個媽媽的角度 看的就不一樣 他一直在叫我看 這個角落 那個縫縫 你看這個有多乾淨 比家裡要乾淨 他是要你回去趕快清一下家 我有 我有在掃 因為我去去年度當了 台中的觀光溫泉大使 但是那時候拍攝 實在是真的 蠻緊迫的 然後雖然有泡到一點溫泉 但是沒有時間好好的享受 那我通常就是 我自己覺得 跟這個地方有緣 或者是 有工作過的地方 一定都會自己私下再去拜訪 然後好好了解 這個地方去感受這樣子 然後這一次住這邊 我覺得感受非常的好 而且我覺得 古棍的溫泉 我怎麼覺得好像特別厲害 就是會特別滑 然後放鬆很睡得著 這種感覺 我們這個溫泉 他是碳傳奇納的群 那我們就是所謂的美人堂 而且我們這個地點 剛好就是在溫泉頭的位置 所以說我們的溫泉 如果仔細看的話 裡面是很多一些白白的一些矿物質 就是我們天然的一些元素 這邊連洗澡都是溫泉水 對 然後連洗臉 我洗臉喔 然後稍微轉熱一下 就聞到流紅味 連洗臉我都可以用這個 溫泉水好奢侈 蠻多客人就是來我們這邊 就是為了要泡湯 放鬆 那其實像我們房間內 也都有接溫泉館 所以在房間內 就可以泡溫泉了 喔 了解 那請問一下這邊的 就是客群啊 陸上人的比例 好像年紀大一點的 會比較多一點 對 我們這邊的客群 年齡層偏高 就大家都還是 銀髮偏好 那妳的論文好像也有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高齡化這樣子 對 但是我覺得它高齡化也不一定算是一個 那也是 不一樣年齡層就有不一樣適合的一個 對 可能想法需求也不一樣 銀髮市場才還是一個 它自己的一個固定的客群 也是蠻有它的意義 因為我就是生過大便之後 我超級養生 所以我覺得 我也跟銀髮主義 就是來這邊就是一個身心靈的 進化養生 真的很放鬆 哇 我們又回到了平地了 原本步調很慢的 現在城市又要再加快了 我現在來到這個啊 台中去年 我一年前才剛開的 台中ララポート 也是山景的OLED的樣子 然後來逛一下 繼續放鬆 好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呢 覺得我的介紹 不枉被我擔任去年2023年度的 台中溫泉觀光大使人 請一定要幫我按讚 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體驗什麼 或者是你有什麼私房景點 記得開啟林攤幫我訂閱 然後我們還有其他類別的影片 歡迎看看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先去放鬆了 拜拜